你看像这种款式就是 虽然基础 但是它又显瘦又好搭 而且穿上去你整个人是非常非常薄的 我们每一年都会买这种针织衫 我其实是考虑到了搭配 所以我们特地在里面配了一个背心 当时这个背心 我还是特地跟品牌说我要怎么调整 单独的这种V领 没有加内搭的情况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 穿上去总是有点显黏黏 所以呢我就说 我想要在里面搭一个内搭 它是可以单穿 也可以做叠穿的 所以这个背心里面 做的是一个圆领 它刚好卡在锁骨的地方 我就搭了一个锁骨链 这样是不是就很好看了 不如的地方是全部包住的 我单穿也可以 然后如果我是穿在这种针织衫里面 如果有时候我们手臂比较粗 想要挡住的话 它一挡 你整个人是不是看起来就薄很多 在室内如果空调房内的话 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因为它的整个纱线是纳理纱 就是会比我们正常那种棉感的纱会更软 贴肤有凉感 但是垂顺感又很好 它这种款式就比较实搭嘛 但我想要穿出那种可能比较松弛一点的感觉 我下半身就直接搭了一个 蜜色的装饭 三个颜色 条纹的 有一个蜜色的 再加上我的黑色 黑色最好看 好 怪我 三个颜色 是